modern tension 好 這一張稍微有點難度 根據我早上交假班的 我發現那會有點難度 我那一遍 在兩千年時 那個時候的台灣 一支普通兵辦大概賣10塊錢 但是在1960年代 只賣 一兩毛錢 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幾角幾角我們也有五角的那個硬幣 都有 其實我現在目前手邊還有一兩個五角硬幣 一角硬幣 一角那是紙鈔 一角紙鈔 五角是硬幣 一角是紙鈔 那時候冰辦確實是這麼便宜 但是在2000年的時候 一支冰辦10塊 現在 大概又增加了 冰辦的價格又增加了 如果說你常常去中油 他們旁邊都有附便利商店的話 大概現在冰辦應該都是上升到12塊 或者是 台唐可能是15塊 不只是冰辦 其實大部分的商品的價格在過去數十年間 都大幅上漲 包括肉粽 最近端午節 我非常喜歡吃 但是我知道 我曾經買過一顆肉粽15塊 但是同學現在市場上是30塊 如果你到大飯店 一顆肉粽60塊 我都吃不 不想去買 為什麼 我們不需要吃那麼好 然後 下面 一碗麵 我們也曾經吃過一碗麵 外面的陽春麵 10塊錢的年代 所以 為什麼 大部分的 產品的價格 在這數十年間 就是 從同學懂事以來 尤其是從同學懂事以來的這幾十年間 其實你們很少看到 物價在下跌 你們一天到晚聽到的爆章雜誌 寫到的都寫物價上漲 你們一定也會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很普遍 難道沒有物價緊縮的年代嗎 有 那我們先 來念一下這段話 這種整體性的 物價水準上漲的現象 我們就統稱物價膨脹 同學你們的書 這個課本裡面是給人家寫 我膨脹 又犯了我的忌諱 我 又沒有 我也不想去寫性糾正它 所以 我就只好在講義上面 這裡特別跟同學做個聲明 我們如果要稱 通貨膨脹 是屬於物價膨脹的意思的話 那我們就特別針對 物價上漲 是來自於 通貨 增加 就是 貨幣攻擊 或者是 貨幣數量 增加所至 這樣子的話我們說通貨膨脹 叫做物價上漲也可以 馬馬虎虎說這樣子也可以 因為我們物價上漲的原因有很多 我們以前也教過同學 國際石油價格上升也是會造成物價 膨脹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 稱物價膨脹為通貨膨脹 那就是特別指名 那個物價上升是來自於 紙鈔租幣的增加 同學過去這幾十年來 你們 的歷史 短短的這一二十年 大部分的物價上升 其實都是來自於 貨幣攻擊增加 所致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個道理 為什麼貨幣數量增加 會造成物價上升 這個道理 我們這一本書 先前也曾經教過同學 消費者物價指數怎麼算 那麼GDP平檢指數 這類型的物價指數怎麼算 然後當我們會算了之後 我們也曾經教同學 利用他們來算物價膨脹率 今年比去年物價高 高多少 物價膨脹率多少 我們也曾經 也教過同學 那我們也曾經利用 先前那個內容也曾經介紹過說 那麼因為我們幾十年來都是屬於物價膨脹率 所以 我們曾經換算過不同年代間的這個薪水 所以我們曾經說 半球職業球員大聯盟的當初的薪水如果是8萬塊美金 相當於現在的多少萬美金 因為中間就是算他那個物價膨脹率幾倍 所以改用現在的年代可以看當初的薪水應該是 負荷現在多少錢 我們也曾經折合過那個電影票房 基本上都是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都是物價膨脹 為什麼這段時間都物價膨脹 還是強調一下 我們今天這張內容就是在講 來自於 通貨數量的增加 通貨數量的增加 就上個世紀下半期而言 物價膨脹持續上升 好像是很自然 而且不可避免 那麼事實上呢 我們物價膨脹並不一定會發生 也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的通貨 扣除掉那些 石油價格的因素 或者其他因素 那麼我們在觀察我們的經濟體系的時候 那基本上央行 也就是世界各國的那些 中央銀行 他們並不一定都會 通貨發行增加 只是 在上世紀下半期的時候 我們那段時間一直到現在 物價膨脹 很明顯的 大部分的時間點都是來自於 央行 在控制 M2 也就是通貨數量 用M2標準來衡量 那麼那個M2的數量 都在增加 所以 我們就不可避免的 常常看到 物價膨脹 好 但是其實在過去 時代 的時候 曾經像美國 19世紀時代的時候 其實那段時間 物價曾經發生過 長期間下降 不要講19世紀啦 我們講上個世紀 1930年代 經濟大恐慌 因為這個 19世紀 它物價下跌 它可能是 這個我沒有研究它 它可能是因為 某些因素造成物價下跌 並不一定就是因為 我們 央行的發行的 通貨數量減少 因為我們通貨數量增加 物價會膨脹 那通貨數量減少 物價會下跌 我先灌輸同學 這個觀念 待會再講它的原理 19世紀那段時間 物價曾經發生過 長期間的下降的現象 因為 課本沒寫 我對那個年代也沒有 沒有去注意 所以它是不是來自於 這個貨幣數量減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在1930年代 經濟大恐慌時間 我們也曾經發生過 大概10年的 物價下跌 那段時間 確實就是因為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 就是屬於 中央銀行階層的 那麼它採取 通貨數量減少 所以大概在那段期間 也是發生了 蠻長期 大概是10年左右的 物價緊縮 所以通貨 這個通貨數量跟物價 息息相關 如果 一般物價呈現持續下跌的現象 那就叫做物價緊縮 那課本也是給人家寫通貨緊縮 所以我就寫 如果 如果我們 這個物價下跌是來自於 通貨數量減少 那我們也可以稱之為通貨緊縮 表示說就是物價 下跌的意思 那也沒關係 那也沒關係 好 那麼就各國來講 那麼物價膨脹 大概都物價膨脹 因為都是數量 貨幣數量增加 物價膨脹的差異 其實是大不相同 在2007年 美國物價膨脹率 大概4% 日本 0.7% 俄羅斯 13% 13%還不夠多 你看底下這一個 辛巴威 我大概在去年以前都會講 你們這一屆都還沒講 那現在就講 因為去年以前 2008年發生的 現在已經是2011年了 我覺得說就不需要再拿來講 但是課本剛好有寫 不然的話去年以前我都拿來講 因為 常常在包裝雜誌看到一則新聞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 去文 它就印了一張辛巴威的 那個圖形 在報紙上面 那一張辛巴威的那個鈔票 紙鈔上面寫的是 兩億元 一張紙鈔 上面寫的是 兩億元 那一則新聞寫 這一張紙鈔 在辛巴威只能買一個麵包 兩億元 發行那個兩億元的紙鈔 同學你知道我們台灣也沒有發行 2000元的紙鈔 知道嗎 但是很少拿到 因為我們物價 還沒有膨脹到說 2000元 央行要一直把它給換新的鈔票出來 因為物價膨脹還沒有達到那個程度 也就是說 回歸到我在上禮拜告訴同學 外匯存底 不能用 為什麼不能用 因為外匯存底 那些外國的貨幣 叫外匯 都已經變成新台幣 等值的新台幣 在我們台灣經濟社會裡面做流通了 所以那些外匯存底 其實都已經在我們市場當中了 所以你還在動用那些外匯存底 美金 日元 歐元 我上個禮拜高的同學 這就叫做 用第二遍 用第二遍 它的含義就代表著印鈔票的意思 所以央行打死它也不會去印鈔票 那麼不然的話就是這個後果 新八位的政府 因為也逼不得已要印鈔票 你說什麼情況之下會逼不得已 通常都是戰後 戰後 市場當中的財獲商品 就比較少 民間部門 就像我們課堂上教同學 民間部門也要這些財獲商品 產商部門也要 政府部門也要 戰後你大概沒有 多餘的財獲商品出口到國外去 你就沒有 所以國內的這些三個部門都搶著藥 政府絕對搶贏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可以印鈔票 它可以印鈔票搶物資 所以鈔票變多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 鈔票一變多 產生惡性 尤其是印鈔票 產生惡性物價膨脹的後果 那個原理 OK 所以我說央行 它那個 外匯存疊那邊 已經在市場 它不可能再去 拿來再花第二遍 我們今天這張要透過什麼因素 來說明經濟體系的物價膨脹 同學我從 剛剛到現在我大概說了不下10次 什麼因素 來說明經濟體系的物價膨脹 通貨數量 通貨數量 貨幣攻擊數量 或者又叫做貨幣攻擊貨幣數量 對不對 所以同學 我們今天就是來透過貨幣數量理論 就是貨幣數量 這個因素 也會造成 經濟體系的 物價膨脹 所以今天的內容就叫做貨幣數量學說 貨幣數量理論 好 那我們開始 假設 這個地方一開始就很重要 我們觀察到兵辦的價格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由兩毛錢散升為10塊 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一段時間之後 兵辦從兩毛錢變成 10塊 最常見的同學我們說 為什麼物價會散升了 以前教同學 不外乎就是由供需理論來 討論 應該是石油價格上升 所以造成了 這個生產者的成本 增加 他做兵辦要有燃料 燃料跟石油有關 所以這是從供給面 來講說 物價上升的可能原因之一 那條供給曲線著移 中軸物價水準上升 今天不講那個 我們也 也曾經講過說 也有可能是來自於 人們變得非常喜歡吃冰棒 偏好改變 需求增加 所以那個市場的圖形 那個需求向右移 所以也會造成我們中軸的 這個兵辦的價格上升 這是從需求面來講 今天不講那個 好 我們今天講什麼 今天我們講錢 貨幣數量 也有可能是錢變飽了 也就是隨著時間的經過 錢 變得越來越沒價值 為什麼 今天就要講這個 所以就必須要花更多的錢 才能夠買到冰棒 所以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物價膨脹 跟 這個錢貨幣的價值 我們說它有密切的關係 那至於對 三品本身的價值 那一支冰棒 那支冰棒 大概 比較相對上 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說 為什麼這個冰棒會經過一段時間 會上漲了呢 可能是 那個冰棒市場裡面的 供給減少 或者是需求增加 我們今天不講這個 我們講的是 可能是這個經濟體系裡面 貨幣數量 因為貨幣數量的改變 所以造成的錢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 所以錢越來越沒有價值 所以冰棒的價格 散升了 冰棒的價格散升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跟 貨幣的關係 跟貨幣的關係 那其實還是有用到 供需 你聽我後面的說明的時候 那還是跟我們的那個 商品的供需 能不能還是用商品的供需在做說明 只是 我們轉個彎 帶進貨幣理論進來 把那個貨幣理論引進來 從這裡 我們說前面那一頁 跟貨幣的價值有關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要問同學 什麼叫做貨幣的價值 一塊 怎麼說他這個叫一塊 我現在 幸福 放在裡面 一塊 我上一次角色扮演 有沒有在我們班角色扮演 拿了一百塊錢出來 為了要講上一張的那個一百塊 那個創造出那個貨幣乘數效果 我在眼前不就一百塊就拿出來 這個一塊錢 拿出來一塊錢 這一塊錢 代表什麼 這一塊錢代表 它代表著 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表示 這一塊錢的含義 如果 我們一公斤的米 是20塊錢 所以一塊錢 就表示 他可以買二十分之一公斤的米 所以這一塊錢就有它的價值 對不對 不過 跟你講這一塊錢你大概也沒什麼 這一個 確定的 的這個 感覺說 這一塊錢是什麼 如果這一塊錢 在地上 櫻木前的 這種 這個例子 這種含情 這一塊錢可以買二十分之一公斤 那大概就是0.05公斤 的米假設 我看在座同學還是不會去減它 這一塊錢 因為他只能夠買0.05公斤的米 如果這一塊錢 可以買到20公斤的米 就代表著 這個錢 不是很薄 這個錢 是有它的價值 大概丟在地上一堆人會去減它 所以 如果 一公斤的米是20塊 一塊錢只能買二十分之一公斤的米 所以貨幣的價值 其實基本上我們定義 我們定義貨幣的價值是 批分之一 聽清楚喔 我們貨幣怎麼知道說 它有沒有價值 看它買的東西 如果說我能夠買到說 這目前的物價很便宜 便宜到 現在目前的物價 我這個 這個一公斤的米 看得到嗎 一公斤 白色的 我現在目前的 這個物價很便宜 那個米呢 米一公斤 我只需要 0.1元 所以換句話講 我怎麼看待這一塊錢 因為它可以買 10公斤的米 那這一塊錢就很有價值 所以貨幣的價值 就是 定義成為 它能夠買多少 單位的商品 買多少 單位的商品 就是可以買到 P1分之1 單位的商品 所以如果說 商品的價格是 0.1元 那P1分之1嘛 所以我這一塊錢 可以買多少 那它就等於 0.1分之1 所以它可以買到 10公斤的商品 這貨幣的價值很高 所以我們說 這個 再回到上一頁 這個錢 錢的價值 越來越沒有價值 那就代表著 我錢買的 那個商品的量 越來越少 如果說我錢買的 商品的量 越來越多 就代表著 我錢的價值 越來越高 所以它 買商品的量 完全看商品的價格 對吧 所以 如果商品價格很貴 這個就是 P1分之1 所以商品價格 如果它很貴 所以錢就會變得很薄 因為P1分母大 所以錢的價值就會變得比較沒有價值 好 所以現在同學懂得 貨幣的價值 或貨幣的價格 它我們定義它 它是等於 物價水準分之1 好 這個有用到 這個我們會用到 接下來 這個貨幣的價值 貨幣的價值 產產會變 因為物價水準 產產在變 對不對 只是為什麼 貨幣的價值 它產產是往下降的 就換句話講 同學我在問說 貨幣價值 產產產往下降的 就是在問什麼東西 就是物價的水準 為什麼通常都在往上升 也就是為什麼通常都會物價膨脹 是不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通常都會物價膨脹 就是在問 為什麼物價的價值 通常我們現在看到都是在晚下降的 都是錢在變飽的 有沒有潛在變得越來越有價值的 好像你們這個年代都看不到嘛 對不對 常常看到就是物價膨脹嘛 所以我們可以有貨幣的供需 因為貨幣的價值為什麼會變 而且為什麼它通常是往下的 同學還是回到供需嘛 對不對 這個縱軸 這個就是屬於我們在分析 貨幣的價格在縱軸嘛 縱軸就是貨幣的數量嘛 只要我在貨幣市場當中 人們對貨幣的需求高過於 市場當中的貨幣供給 那就是供不應求 貨幣的價值就會變高嘛 如果說貨幣市場當中 供應的很多 在市場當中流動的貨幣很多 但是人們實際上他想要握持貨幣的這個需求 比較少 就供過於求 所以貨幣就會變得比較沒有價值 所以我們也是可以拿貨幣的供需 我們準備要拿來解釋貨幣的這個價格的變動 而且我們也準備要來解釋 為什麼通常貨幣的價格的變動 通常都是往下降的 變得越來越薄 應該是貨幣裡面的 哪一條線它一直在變 是供給線一直在變 還是需求線一直在變所造成的 好 我們就先分開來看 先看貨幣供給 然後再看貨幣需求 好 我們先問同學一句話 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有哪些 好像很眼熟 同學 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這一句話 好像我在上一張 20張 曾經問過喔 要不要幫同學找一下 因為我早上找過 所以我現在有把握可以找到哪一張 早上花了蠻多時間在找 來 幫同學找一下 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有哪些因素 若我題目選擇題問這裡的時候 同學哪些因素 20張 你們手邊有沒有帶20張的講義來 我的頁數已經跟同學不一樣了 20張的這一頁 來看一下這一頁 影響貨幣供給 透過銀行體系的準備金的變動 以及存款準備率的變動 中央銀行它可以來影響貨幣供給 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教貨幣供給就是 銀行的存款 銀行的存款就是銀行的準備金 而且是可以拿來放款用的那一部分的準備金 存款準備率以外的準備金 可以拿來放款 可以創造出貨幣層數這麼多倍 所以兩倍一層就是我們整個經濟體系的貨幣供給數量 所以換句話講會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有哪些 同學是不是準備金 人們的存款 人們存款存100塊 如果存款準備率10% 所以我存了100塊 銀行可以拿來放款90塊 所以如果說我存了1000塊 銀行就可以拿來放款900塊 準備金它是不是會影響到我的貨幣供給 對不對 人們的存款的金額 所以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有哪些 準備金 還有哪些存款準備率 對吧 如果說存款準備率是20% 所以我原本是存了100塊 那就被人說本來是可以放款90塊 現在就只能夠放款80塊 所以我市場上的貨幣供給數量就會減少 對不對 創造出來的貨幣的數量會偏少 所以回到我們這一個第21章 我們先來考慮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你看這邊是不是就是在影響 我們說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準備金嘛 你看到這邊舉 當中央銀行賣債券出去 賣債券出去的話 是不是就是在債券市場上 賣給一般人民 或者賣給一般銀行 所以我只要把那個債券的利率弄高一點的話 同學本來100塊錢的人民的存款 準備存款到銀行 讓銀行去擔成準備金 然後他可以去放款之用 那現在人們因為 中央銀行債券市場 他那個債券的票面利率高了一點點 所以就吸引了人們 撥了50塊錢 到這個債券市場去跟中央銀行買債券 那請問同學 他是不是就被人說50塊錢被中央銀行收走了 在中央銀行那邊了 另外50塊錢 假設人們另外50塊錢 再拿去存銀行 所以如果央銀行這樣子去操作 公開市場操作 這個是不是在減少 我們上一章節是不是就說了 這是不是在減少我們市場當中的銀行的準備金 是不是在減少銀行的存還 因為現在被銀行就是有50塊錢 買比較高的公債的利率 買政府債券 另外50塊錢他就拿去存銀行 所以中央銀行的這種公開市場操作 他基本上在影響貨幣公開裡面的那個準備金 那個準備金 所以你看我現在繼續念 所以央銀行如果賣出債券 他就是在銀行的準備金怎麼樣 變多還是變少 同學我這邊設計這樣子的空格 就是避免同學打瞌睡 因為你隨時可以寫筆記 所以同學 央行在債券市場賣債券 回收貨幣 所以意思就是表示 有一部分的人們去買債券了 所以原先人們會去存銀行的 就有一部分的存款跑去買債券了 所以銀行的準備金會怎麼樣 會下降 對不對 會下降 那銀行的準備金下降的話 換句話講 銀行的販款會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 所以進而會造成我們的貨幣供給會怎麼樣 減少 所以影響我們貨幣供給的因素 如果根據三一章的講法 準備金跟存款準備率 那我這邊就在舉準備金 所以會影響貨幣供給因素 第一個準備金 準備金是透過央行的什麼措施 公開市場的操作 這種貨幣政策 另外一個因素叫做 這底下同學你就一直累退 買進債券會怎麼樣 銀行的販款會怎麼樣 所以貨幣供給會怎麼樣 這剛好就顛倒了 這應該你答案 就直接就用相反的去 把那個答案寫出來 好 所以我們說 央行還可以影響我們貨幣供給因素的 剛剛那一章節 我放給同學看的存款準備率 所以這個也是我央行可以控制的 對不對 所以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第二個存款準備率 還是我央行 而且是我央行的第二個貨幣政策 對不對 那我們根據上面那一章節的內容 基本上是講兩個因素對不對 我後來發現到 我們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 基本上第三個貨幣政策 也會影響到貨幣供給因素 叫做什麼 調整重貼限率 所以基本上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坦白講 你最標準的回答方式 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主要是什麼 你標準的回答方式應該是什麼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 因為中央銀行的那三種貨幣政策 不是影響準備金 就是在調整存款準備率 像那個重貼限率也是在影響準備金 你回去 你等一下下課 你翻到三一章節 你看一下我這邊 我在三一章節的內容 我這邊問說 如果中央銀行調高重貼限率 調高重貼限率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叫銀行 如果你來跟我央行借資金 我就會跟你收比較高的利率 叫做重貼限率 所以我在降低銀行的販款 所以意思也是在減少準備金 所以當央銀行調高重貼限率 那一種第三種貨幣政策 它也是在影響準備金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裡 我會覺得就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 就是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或者就是剛剛他寫的 準備金、存款準備率 這兩個是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 兩種答案都可以 好 我們先讓同學休息一下 有問題可以到前面來